好 現在呢 我們來看到了 民進黨當然不可能就是 坐著給你打嘛 一定是會反擊的 現在反擊的手法是怎麼樣呢 好 我們來看到了 現在文大校友就來投書了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的議題就是說呢 在講這個違建爭議的時候呢 欸 突然 他們就想要把火燒到侯友宜身上 但問題是呢 第一點 這是人家越加的 第二點是 這個它不是涉及任何的違建問題啊 根本就不是啊 人家合法長在那裡的 那你非得要打 好 打了哪些問題呢 說啊 租金高啦 然後喊著居住正義的話 民進黨呢 想要侯友宜來說清楚 講明白 這已經讓文大校友看不下去了 好 特別投書講了 他說綠營啊 為了要選舉 就抹黑宿舍變弊案 人家根本就不是這類型的問題 那麼柯文哲 在當了8年的市長任內 其實沒有改善所謂的宿舍環境 那為了要選舉 就放任佛心房東被霸凌 這難道就是你們口中的居住正義嗎 佛心房東這個就不用想了 就知道只指誰了 所以大家大概看不下去的情況之下呢 這一些去為了選舉操作的手法 恐怕只會適得其反了 而剛剛講到前往賴皮寮的路上 這真的是爭議不斷喔 賴清德呢不拆 還說要公益信託 那現在呢又被發現說公益信託 根本就是個假議題 甚至呢談起了萬里老家 前後哭了五次 謝龍介龍介生呢 他就痛批賴清德 愛哭 還要對著走 對囉 那面對問題呢 只會哭 他說一個 國家喔 直接被哭衰了啦 一起來看 聽聽聽 這個說得出來選中套 太妖怪了 給我們台人尾聲揭聽 幾五年 學花勒給我們揭聽 聽學花勒很難 你自己為害 做什麼 收聽好 好 給我們台人家的房子 一敗去就拔拔了 你的 才是拔的壞人 這樣有皮嗎 好 要做兩塊就好 好幾百 五百 愛曹哥愛隊囉 像這種的 要怎麼替我們兩千三百萬人當中 對不對 好猶豫 一心十大 對你來向某個大董 他在請教 帶走 等一心等一心 抓起來 好猶豫夠好 好 勇敢兵隊 這才是真正 剛才你還說出來 打扯 對不對 我看來你 走前衛中 就好可怕 如果兵隊勇敢回家 教會來跟大聲 這樣他要怎麼 什麼 他也是好 你說怎麼 說母親不買 他要怎麼 他也是個好 台湾八世說 我生活沒有幸福 要拜託起來總統來處理 他也沒辦法 他要怎麼 好不錯 這個國家 就好比較帥 公民黨2024 競選總部發言人林濤呢 他呢 是在 批爆了說 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賴清德 2021年 以2442萬元來購買的土地 因為坐落規劃中的 台南捷運綠線的必經之地 短短一年 地價賞幅高達800萬 這是不是涉嫌炒地炒房呢 對此賴清德陣營發聲明否認 指出台南捷運綠線 到現在還沒有確定路線還有站點 痛批就是選舉抹黑 國民黨競選總發言人林濤臉書 在爆震撼彈 提爆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賴清德 兩年前在台南購買的地產 短短一年內地價漲幅 近高達800萬 涉嫌炒地炒房 過去民進黨一直檢驗別人 卻忘了檢驗自己 賴清德被我們發現 可能他才是土地公 在財產申報中 賴清德110年以2442萬 以及838萬價格 分別購入土地及房屋 區段座落在安平區京城段 而這個區域正是 台南捷運綠線的必經之地 更令人驚訝的是賴清德106年擔任行政院長時 台南市政府對捷運綠線 還沒有任何規劃 107年突然宣布將綠線納入二期前瞻特別預算 緊接109年以極快速時間提送可行性研究送交通部 藍因之一賴清德對台南捷運綠線的規劃可能早就知情 他在卸任行政院院長之後 他才敢買了這塊土地跟房屋 偏偏你的土地買了之後馬上核定 不只捷運綠線工程進度 與賴清德的地產產有關聯 子弟兵李孟彥先是代理他離職後的台南市長 隨後又入閣擔任行政院秘書長 在此期間也一直參與相關決策 令人質疑難道是一路推動此案 對此賴清德淨總發言人陳世凱發聲明回憶 指出台南捷運綠線至今尚未確定路線與站點 對於指控痛批示選舉抹黑 我們看到李正浩在這個跟民進黨中央的臉書 都有一個共和論點就是說 他知道未來有漲幅了啊 他怎麼還買進呢 如果這個論點邏輯行得通的話 那侯友宜太太家族爸爸的 那塊土地六十年就買了 他怎麼知道未來會長值呢 沒到選舉綠營就拿出凱旋苑猛打 試圖營造侯友宜包租公富有形象 但賴清德提前部署 早在台南精準炒地皮 最厲害的居住正義先打自己臉 藉陳宋遠帶去台北採訪報導 好現在真的是有很多的問題很多的疑點 希望可以解密 但是呢我們講到了高端問題 現在解密了嗎 好我們來看到的是何友宜 重炮抨擊 他說賴清德說高端解密 欸講了一週呢 你看喔你自己現在是執政黨 再來呢你現在也是現任的副總統 然後呢你們自家呢國會過半 那奇怪了怎麼你說的不算嗎 你執政黨說的不算嗎 說要解密的東西你現在就可以解啊 為什麼要等到當選了才要解呢 講了一週動作 有動作嗎沒有喔 還放任薛瑞元到柯建民辦公室來討論 現在是想怎麼樣 是想要串政滅政有這樣的嫌疑是不是 好在這個部分呢 我們來看到賴清德怎麼樣的回擊 他說在野黨疫情期間有檢舉過 也送檢調去查過 就是查無實證選舉期間沒有必要 再利用這些議題來捕風捉影 奇怪了這個說要解密說要公開也是你說的 然後呢你要說沒有這些疑慮不要捕風捉影 那到底真相是什麼老百姓只是要一個答案喔 而且呢我們來看到了現在呢更被踢爆了 潘夢安呢是賴清德核心幕僚新潮流大將 但是潘夢安的一些作為已經讓新潮流爭議再添一筆了 加深了大家很討厭新潮流想要下架民進黨的誘因啊 那現在看起來就是到底你是要藏著 還是想要公開出來讓大家知道呢 我們來看看有一個關鍵人物的態度 先來告訴大家 因為選戰現在進入黃金週末嘛 松山系議立委三書基站 台北市長蔣萬安呢就力挺黨內候選人許小新 一早就陪著來到中輪市場來掃接敗票 呼籲選民要集中選票 針對高端疫苗合約呢 前衛福部長陳時中是大嗆什麼 他說國家合約怎能任意公開 這個話都你們在說啦 一個半黑臉一個半白臉是這樣嗎 蔣萬安就質疑了 他說從3加11沒有會議紀錄到疫苗採購弊案 爭議不斷即便綠營自己公開 也不一定是真實的狀況喔 我來唱幾句跟他一起合唱喔 一元我歌手夢 當然小新我覺得他不只是利用很多的創新思維 納入很多政治公共事務的領域 他不只用心而且他用功 其實我在台北市政府每一次接受小新的質疑 他非常關心在地的建設 比如說他有一個南松山改造計畫 跟我討論非常多次 所以未來我相信他可以把很多他想落實的建設 在中央爭取更多的經費預算 那另一方面我想 巧新最重要是他正義他敢言 陳時中有嗆說您不懂合約 民進黨政府就是不願意公開 賴清德總統候選人 他在辯論會上也說他願意公開 但是過了多久到現在已經超過一星期 民進黨還是不願意公開 我們更看到民進黨衛福部的高官 上班時間去民進黨的競選總部 會見他們的幹部 到底要討論什麼 到底還要掩蓋什麼 所以就算現在好他們要公開 我想都已經不會是真實的狀況 現在能夠完整公開 高端採購的真相 只有一圖 就是讓國民黨執政 反正問一下這次 我們就除了陸正之外也打了空陣 是想說跟年輕跟中間選民來 叫他們拉票嗎 我想這不是拉票的問題 這是年輕支持者他們的意見 他們的想法 他們我們的溝通管道 本來就應該要順暢 參加賀龍夜夜秀走諸童溫層 包含我們做了最詳細的證件手冊 把十大證件完全的放在上面 以及找了五月天的團隊 那推出了有我有你的音樂錄影帶 那這些都是我們希望用創新的方式 讓大家知道 國民黨跟你想像過去的刻板印象 是不一樣的 台北市立委候選人 厚漢廷爆料說揭發高端股東內的 綠遊友 並且統計高端股東 近年累積大約是增了 441萬的政治獻金 給民進黨還有泛律的證據人物 前進委郭振亮 對此建議國民黨應該要去查 現金增資這個部分 建議國民黨朝這個方向去調查 因為高端在2020年11月17號 做過現金增資 那那次他總共增了兩萬四千張股票 也就是兩千四百萬股 定價是八十元 八十塊錢而已 只有八十塊 那總共收入是十九點二億台幣 那重點是什麼 因為他現金增資通過之後 他可以指定給誰 比如說 特定人圈購 特定人圈購 比如說暑分你來買 我讓你認十張 那就是 八十塊錢 八十塊嘛 十張 黃燕明來 後來漲到四百 一股 對 我跟你講 國民黨應該去查這個現金增資 所以增資的那些股東是誰罵 請問是哪些人特定圈購 那我跟你講 你八十放到四百 平均一張賺三十二萬 十張就賺三百二十萬 二零二年十一月十七號 國民黨有聽到沒有 郭靖亮在下次倒極 這個才是真的 真的可以去查誰賺到錢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健康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藥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就請問HQ